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刚满50年 我还在美国、荷兰、韩国等8个国家工作过 来自中国对外汉语教学规模最大最好的大学之一 北京语言大学 对外汉语教学的大学 汉语教学原理方面的知识 汉语的诗它是舌尖要抬起来的 整字的教学过程要进行不断的对部件进行整理和系列 直到调节课堂气氛的时候老师的语言一定要幽默 我们直接把它给学生直奔主题 反而让学生会有一种比较深刻的印象 学生声音符号来理解语言 要考虑问题的时候 你设计的问题要有一定的坡度 这个活动的目标呢 就是要训练学生对这个声调的听见 那么第二个中心文化魔术的对比特别呢 就是直率和略 在中文版的这个Word里面 它有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说你可以自动的添加评论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